大家好大家好 习主席最近又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情 我们要及时的评论评论 及时的说一说扯一扯 习主席是没钱了 这个日子不好过 中央裁则没钱了 地方裁则没钱了 完了以后 那中央裁则给军委拨的军费也没过去那么多了 所以呢 习主席说过一句名言叫不养闲人 是吧 不养男汉 这个当他说不养男汉的时候 就是讲中国共产党 他是不会搞什么福利的 过去知识分子引的是我左手要福利 右手要自由 你一样都没有 习主席都不会给你 放心好了 不可能的事情 不养男汉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在中国你想什么 教育免费啊 医疗免费啊 那是不可能的啊 你就洗洗睡吧啊 早点睡 早点睡 在梦里去想去 不养闲人是什么意思呢 西主席一直想干的啊 这一回终于这个两个理由 据说去干成的 有人说三个理由 三个理由也行嘛 主要是军队的闲人 军队有很多文治人员特别多 文治人员里面有一大批的这个人嘛 是军中戏子 威安妇 是不是 就军队里的文艺战士 过去有这么些说法吧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喜欢的那些个250的歌唱家 全是军队口袋 什么董文华 什么彭丽媛 什么宋祖音 他无意外的 什么后来的出来的什么什么汤餐 还有什么 他都是穿的一身军装 他都是这个什么 在军队里面吃黄粮的 他几个意思呢 是吧 是因为穿军装好看 还是直服控吗 有点有点像 我们在北京吃饭 没事干 我们就聊天 为什么那些个唱歌的人 那些个人他都是军人呐 然后有人就哈哈大笑 你这个东西级别不高知道吧 你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 你想想一大美女身材又好 然后穿着一身特别严肃的军装 完了以后这叫直服控 是吧 特别刺激 说有这么一些个脑男人 他玩女人玩的最后啊 最高境界 有些东西你是穷人 是理解不了的 过去我就听说 有时候是脑男人 最喜欢女人的什么地方啊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喜欢脸呗 是不是 后来稍微游泥之后呢 就喜欢胸呗 然后喜欢腰呗 是不是 真正的脑男人 真正的脑不死的 极品九段男人 喜欢女孩子的脚 我现在还没到这个境界 我想着脚啊 就香港脚嘛 搞不懂 所以后来我就承认了啊 就是这个贫穷限制我的想象 你说这些脑男人 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 还特别喜欢直服控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空姐呢 空姐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好看 是不是 就是他穿上空姐以后 他有种直服控 还有人喜欢这个什么 穿着学生装 护士装 说这中国的那个一些演员呢 一些个明星呢 尤其唱歌的这些个人呢 他一旦红了以后 都会去参军 他不是他想参军 是军队里面的 有这么一一条一条口子 他到处招募这些个会唱歌的 这些个女演员 男演员都有 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年纪 熟悉的什么 盐维文一身军装 军队里的 什么蔡国庆 这么一凉炮 他也是军队里的 这是很奇怪是吧 人家直服控 所以这个习主席最近 把这个军队里面的直服控的 这个一一一条拢的东西全 全给他干掉了啊 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 说这个总政歌舞团 总政歌剧团 总政话剧团 总政军乐团 啊完了以后 八一电影制片厂 还有其他的一些个 一些个我们所熟悉的 一些个这个这个那个的 什么海震啊空震啊 总政啊前卫啊煤矿啊 就这个所有的文艺团体啊 都以扫而光 把他们的这个中央财政的拨款呢 就直接砍了这个十分之九 而去留下了十分之一 养几个该养的人 然后一个办法呢 是让他们过去吃财政犯的啊 现在改成一个什么呢 改成一个企事业单位 就是你你自己去赚钱去啊 所以这是一个军队口的都改成的文化 艺术中心电视电视制作部 是吧让你去拍电视剧呗赚钱呗 你去拍电影呢赚钱呗 而且这些级别过去都是副军级 全部改成正师级 第三就是什么呢 人员清洁这个一多半啊 说如果你年纪到了五十岁的全退休 四十岁的啊 你自己去给你一段时间 你自己下海吧就是 是吧给你一个两三年的一个基本工资保障 然后三年以后就不管你了 然后你就自谋职业去养活自己 市场上讨东西去炒自己讨饭吃 说你如果是三十岁的啊可以这个副员 就是不在军队里面混了去地方上 可以安排一个工作啊 说也可以去考公务员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这么一个说法啊 说整个这些个文艺团体军中的职服团体啊 除了正副军级级别的和这个正师级级别的几个人以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转成普通的这个军人啊 就是文制人员 完了以后呢 全部转成企业人员 不享受军人待遇 所以一下子就把这些部门就砍了呗 而且即便是你没有被清退的 全部都采用这个什么公私制 公私制是要上班的啊 不是说这个像国际方洋 他们都很舒服的 虽然是空政歌务团的 总织歌务团的什么什么演员 副军级的演员 但是他们都不上班的 你连司机到外边去演出去赚钱 一个一个都赚总了 不行 现在必须要上班啊 像普通的公司人一样 八小时上班 然后他们说这一下来的话 军队里面的所有的这些个职服部门 这些个未安妇的部门全都给砍掉了啊 全都给砍掉了 砍掉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财政拨款一下子就 过去如果是一个亿的话啊 今年的话能够有还有一千万就不错了 就就就这么的 把大量的经费呢 都用于真正的这个打仗的那些个部门去 所以习主席为什么要这样搞了 第一啊是说他太了解这些事情了 为什么呀因为他老婆就是这样的人啊 他老婆是政军级的演员嘛 是不是 所以他现在他老公习近平当官了 他以前不了解这里面那些个内幕 但是彭丽媛太了解了呀 彭丽媛当过官的呀 所以彭丽媛呢就是给习主席说了实话的 这些个部门没什么暖用 都是一些个祸国殃民的部门把他们砍的算了 所以他们说现在这个军队里的那些个被砍掉的文艺工作者 那些一个直副控在背后骂彭严 骂的是鸡飞狗跳的啊 真是阻止他们家全家死光光 但是骂没用人家是习主席的天下啊 是彭主席的天下没用 说这个事情呢老百姓挺高兴的啊 我说实话我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我在中国我也挺高兴的真的 这个习主席做对的事情我们要表扬是不是 说当年江泽民有人也建议他不要养这么多演员了 军队养那么多演员像什么话吗 是不是 政府拿钱来养这些个东西 没道理的事情 毛用都没有 但是江泽民呢喜欢这一套呗 每次军队的演员演出以后 他跑过去去握手 所以一握握着个松索银 两个人搞上了 是不是 他当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没看上彭丽媛 彭丽媛估计没有松索银好看 还是彭丽媛老公是习近平 他不敢下手不知道 完了以后呢胡锦涛那个时候呢 据说有人也建议他 军队的这些文艺工作者不需要搞那么多 真是伤风败俗 没什么用 军队根本就打不了仗 一天到晚就没事就是 几个军头去抢女人 是吧 徐太后看上的又交给郭伯雄 郭伯雄看上的又交给古军山 是不是 就互相几个女人就睡来睡去 整个军队就成为一个大窑子 整个军队里养的这些 这个团的一个团的 就是一个一个的窑子 一个一个的怡红圆 不像话 但是据说这个 胡锦涛也不敢动 为什么不敢动呢 一是胡锦涛都没有掌握军权 军队的权力呢 在脑僵的手上 在徐太后 郭伯雄的手上 他也动不了 第二个说 说这个事啊 胡锦涛说 他不影响大局 为什么呢 他觉得有几个演员挺好的呀 是不是 唱唱歌鼓鼓鼓鼓 士气挺好的 主要的原因 后来我们在北京也说过的 说胡锦涛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个文艺战士 胡锦涛年轻的时候长得蛮帅的 称歌跳舞的 也是能歌善舞的 也挺有几下子的 所以他对这些个演员呢 情有独钟 结果没想到这些个人呢 遇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习近平 一下子真把他们砍了 一开始我以后 这些消息是假的 真的 军队里的叫做这个军改 最容易砍的 也是砍的最厉害的 就是这些个执服部门 穿着执服去威吻中央领导的 中央军委主席的 真砍了 你说习主席这个人 是不是游戏把摔子了 绝对可以好不好 这些个家伙啊都是的 不是个好东西 他们说这个 说北京这边流行一个段子啊 说一个老军人退休了 然后呢 自己的 有一孙女儿长得很漂亮 孙女儿 二十头 说军队又看上他孙女儿了 想把他招过去当文艺兵 歌舞团 说这个丫头长得漂亮 而且还能歌善舞的 结果这个 过去招人的这些个考官 军队的考官 就收到这个老军头的电话 他说你招谁我都不管 但是你如果把我们家孙女 招到你的歌舞团去 军队的歌舞团去 你看我不把你灭了 我一枪崩了你信不信 你们那里面搞什么 我还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 我的孙女儿 那是我的 不是你们的 不准动 所以那帮孙子乖乖的就回去了 这个文艺兵 尤其是文艺女兵 都是为那些个老军头 准备的妓女 他们玩直服空的时候 准备了一些有物 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啊 估计是受到了这个朋友圆的影响 把这些个部门给砍了 这个事砍的好还是不好 欢迎大家讨论 谢谢